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刷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曾荣获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 直指内心幽暗面的剧情惊悚片 正午时分,电视台大厅内气氛凝重 大荧幕上正在进行一场新闻实况转播 在全城瞩目的房地产项目《弥陀计划》重启发布会上 其核心人物,盛唐集团董事长唐真 却因一通神秘电话而中途离场 发布会因此被破延期 由于弥陀计划事关整座城市未来发展 相关行业最为敏感的神经 正因如此,媒体们纷纷对唐真的通话内容展开了猜测 甚至不惜动用唇语专家来进行破译 然而各路牛鬼蛇身纷纷露头 提出了他们的独家解读 但真正窥破天机,知晓一切的 却是一对名不见经传的盲人唱书人 唱书老太表示,盛唐集团董事长唐真的通话内容 是要求医院尽力救治自己病入膏肓的外婆 在外人看来,唐真尊老守孝 但事实恰恰相反 他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让外婆活下来 不过是想让对方更多地承受病痛的折磨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外孙女唐真如此仇恨自己的外婆 面对众人期待的眼神 唱书人缓步登台 整个舞台水无阴暈,背景阴森 小鬼,罗刹,判官,阎罗,悉数在列 呈现出一派森罗宝殿的格局 识殿阎罗,判人生死,论人公果 唱书人分立阎罗王画像两册 如明解识者般 开始为我们讲述一段尘封多年的豪门米心 我们注意到 舞台两侧悬挂着一幅对联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 善报恶报,迟报早报,终须有报 这其中包含着因果轮回的佛家智力 弦乐声响起 一首定长诗被勇送出来 海棠断肢不见血 鸟巢倒扣北风吹 寡母孤女心为其 在唱书人的依依软语中 时间回到了20年前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尚未成年的唐真 因外婆所托请母亲出门会客 却意外目睹母亲和两名家丁 在吊床上颠乱捣风 家丁们身体壮瘦 脖子上悬挂着军牌 看起来像是军人出身 母亲唐宁扭动着郊区 显得妖艳动人 柔美无边 看着眼前的一幕 唐真被戏得浑身颤抖 拳头紧握 但他却依然站在原地 等待着里面的人发现完他们的浴火 似乎这种事情 并不是他第一次遇见 正当唐真手足无措之际 她的好闺蜜林匹匹猛然出现 将她吓了一个机灵 唐真一不小心 将手里的木盒摔落在地 这个名叫林匹匹的女孩并不简单 她是当地农领会 林主席家的掌上明珠 从小娇声惯扬 天性活泼好动 唐真能和她成为闺蜜 并不是简单的因为两人投缘 更多的原因 则是外婆安排给她 八戒权贵的人物 此时 林大主席携林夫人 正在唐真家做客 外婆唐月盈 面含春风的亲自作陪 自从唐真外公去世后 家里的大小事物 全由外婆唐月盈一手掌控 作为将军遗伤的她 最新权属 于是凭借丈夫生前留下的人脉 以古董商的身份作为掩护 私下里做起了正商勾结的牵线人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前客 她促成权钱黑幕交仪 从中于力 结交上流人时 以提升自己的地位 但唐月盈想要做的 还远不止于此 说话间 唐真带着活梦乱跳的林翩翩 来到客厅 在外婆面前 她变得十分拘束 甚至像个言听计从的仆人一样 开始为客人们侦查倒水 此时唐月盈 偷来一个询问的言伸 并质问她 为什么没将姐姐唐宁带来见客 这里需要提示一下 唐家没有男人 唐真的父亲到底是谁 至今仍是个谜团 他们祖孙三代人 平日离姊妹相称 这也是唐月盈 早就利好的规矩 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 而是为了方便他们行事的同时 互相撇清关系 不至于东窗事发后互相牵连 由此可见 唐月盈心思缜密 几乎滴水不漏 客厅的谈话仍在继续 林主席此次造访 并不是为了日常访友 而是为了两件大事而来 其一是 向唐月盈请教 政界要员欢节选举 王院长和冯秘书长两个候选人 他到底该向谁示好 其二 是事关全城未来的房地产项目 弥陀计划如何开展的问题 所谓弥陀计划 是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案 他们打算在秀山与丽水 这两个地方 则又进行大规模开发 此时 如果能先行一步 将其中一处的地皮买下 然后打通关系 让其成为最终的开发地 这样一来 土地做地起价 就能发一笔横彩 对于林主席提出的问题 唐月盈隐晦地指出 最高法院王院长手眼通天 而冯秘书长则相对示威 要巴结哪一位自然不言而喻 讲到此处 他突然话风一转 不过 王院长眼高于顶 你一个小农会主席 想要交好 怕也是困难重重 见林主席面露难色 唐月盈适时地 抛出了她的诱惑 想要达成所愿 我们需要另辟袭警 现在我已经和王院长夫人 搭上了线 而你所关心的弥陀计划 正是最好的契机 听完这番话 林主席的兴趣 立刻被提了起来 此时 客厅里的电话突然响起 唐真接起电话 恰好是王院长夫人打来的 由于丈夫日理万机 无法抽身 于是由她出面 全权代理丈夫 约见唐月盈 林主席一家在唐月盈的撮合下 启程会见王院长的夫人 一路上 唐真闷闷不乐地跟随外婆 坐在汽车后座上 唐月盈抓着外孙女的手 提点她某些事不必放在心上 懂得和解才能走得长远 原来 就在刚刚的会谈中 闺蜜林翩翩故意说漏嘴 将唐真母亲与家庭偷情的事情 隐晦地讲了出来 由此可见 唐真和林翩翩 不过是一堆塑料解密花而已 车辆穿过田间小镜 来到一处风格典眼的 乡间展览馆前 唐月盈为了交好王夫人 在得知对方喜欢绘画后 便千方百计地 为她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命的画展 展出地点 就定在这处乡间展览馆 不久后 一席粉色一群的王夫人 迎邀而来 经过一番隆重的接见之后 众人在露天凉厅落作 开始喝茶聊天 林主席很失去地表示 自己在唐掌柜手中 买下了一尊官衣古香 想借此机会赠予王夫人 以示交好之意 由于之前唐真不申将礼盒摔落在地 导致观音菩萨雕像 断掉了一只手臂 唐月盈健壮 急忙上前打着圆场 菩萨断手 定是替王夫人挡载了 常言道 岁岁平安 岁岁平安 王夫人显然并不领情 还责怪唐月盈出言不逊 我气运亨通 哪里需要菩萨挡载 殊不知 唐月盈正在下一盘大棋 而王夫人的命运 正是一枚棄子 此时 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好在唐真的母亲唐宁 事实入场 化解了眼前的窘境 对于唐月盈家的情况 王夫人知根知底 于是感叹道 瞧你们这一家三代 真是个个出色 接着 她急忙改口 将三代说成了三口 可见 王夫人是在刻意拿伦理根出言嘲讽 对此 唐月盈假意微小 唐宁则表现得有些无动于衷 唯有唐真脸色难看 看来 此时的唐真 还没有完全修炼到 喜怒不情欲色的地步 就这样 尴尬的会面 在王夫人的冷嘲热讽中结束了 当天晚上 是唐月盈安排的重头戏 所有与弥陀计划相关的富商大谷 乃至于政界领导者 都被秘密邀请而来 共同商讨事成之后的分赃问题 一时间 整个会场变得热闹无比 与会场热烈气氛 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神态落寞的唐宁 她独自来到景观河边 欣赏着专为聚会而增设的文艺节目 各级优艳的歌声 恰好是她此时的内心独白 她向往亲情 但亲情却成为了 她最为知名的枷锁 她向往爱情 但肉体却早已成为了 她全色交易的工具 事实上 并不是她天性风流 水性洋花 而是在母亲唐月盈的要求下 被迫成为了她 最为得力的交际花 与此同时 唐真和闺蜜林翩翩 则偷偷来到墙边优惠情人 在唐真纯情的少女心里 一直住着一个阳光帅气的男生 这个男孩就是 林翩翩家的马夫马克 但看上马克的并不止唐真一个 林翩翩早已进水楼台 先将马克发展成了地下男友 对此 唐真只能将内心的想法压在心底 乖乖做一个暗恋对方的怀春少女 随着时间的推移 正系上落作的各方大佬 已经初步敲定了 弥陀计划的分赃方案 在座的除了林家夫妇以及王妇人外 还包括西装革履的议会参议长 以及地头舌县长夫妇 买卖地皮的事情 县长自然也要分一杯羹 此时 酒席前突然冒出来一个不知深浅的小人物 他开始大放厥词 搅乱现场气氛 此人是银剑属的署长 论头衔 他根本没资格和在座的大楼们平起平坐 但关键的一点在于 整个弥陀计划最终拍板在秀山还是沥水 他也有着一定的发言权 由于署长的出现 现场气氛逐渐陷入尴尬 好在唐宁再次书面 用美色将其引草 聚会得以继续进行 第二天一早 银剑属长亲自登门 商讨合作时宜 由于他自力太低 唐月盈便派女儿唐宁前去应付 在美色与金钱的双重诱惑下 书长最终拍板 同意将弥陀计划落地秀山 但代价是200万 与此同时 唐月盈正在和一群贵妇闲聊 女人们互相奉承着对方的服饰 言语中全是虚情假意 其中因弥陀计划身家暴涨的县长夫人 则公开敲起了竹杠 摆明了想要临夫人脖子上的项链 县长夫人之所以就没有底气 完全在于 作为地头蛇的县长 一旦坚决反对的话 弥陀计划势必流产 这其中 农用三十一公款投入计划的 林主席夫妇将万劫不复 林夫人来自日本 贵妇们说的话 她似乎完全不能理解 而作为中间人的唐月盈 则明哲保身的当起了服务生 并不参与贵妇们唇枪舌剑的轮战 另外一边 唐真和林翩翩 相遇在林家马场游玩 林翩翩正和自家的马夫马克打得火热 好将闺蜜唐真冷落在一旁 看着对方打情骂俏 唐真坐在角落里 拿着服毒机开始温习日语 她不住着念着一个词组 寂寞 我很寂寞 情窦初开的她 同样憧憬着甜蜜待情 然而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她的诉求甚至成为了奢望 正当唐真沉浸在 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时 一匹马突然脱缰 朝远处飞奔而去 唐真见状急忙去追 等她欠着麻烦回来的时候 正好遇到了林夫人 以及战战兢兢的林翩翩 原来 林夫人发现女儿 有地下恋情的倾向 特意来找唐真正视情况 唐真吞吞吐吐吐 不知如何回答 期间 林夫人忽然换了中文来问 唐真差点招架不住 说漏了嘴 由此可见 林夫人一直在伪装自己 或中文的事实 而她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林主席的特意安排 好让她混入贵妇圈中 打探一些不为人知的消息 对于一个不懂中文的人来说 周围的人自然会放松戒备 尽管林主席机关算尽 却还是没能等来她想要的结果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当天晚上 临时一家 便遭遇立场面门惨案 初林偏偏被砍断 手脚幸存下来以外 其他人竟然无意生还 惨案发生后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上级特别委派高级警司 全力调查 因为担心弥托计划幕后的 阴谋败露 参与计划的一张 想约警司组局吃饭 却遭到了拒绝 本因为警司心正怜悯 然而当天晚上 他就来到唐府和唐月盈 把酒言欢 原来 警司竟然是唐月盈丈夫 生前忠心不二的老部下 一切行动 自然全凭唐月盈南派 但警局内部 关系错综复杂 其中一个真把查案当回事的 年轻特派员 引起了唐月盈的注意 酒席前 特派员向警司汇报了 最新的调查结果 他表示 在众多被害者中 林家的马夫马克 成功躲过了自杀 只要找到那个人 案件一定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然而这番话 恰好被藏在一旁的唐真听到 由于警司与对方 并非最直接的上下级关系 特派员就成为了 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为了弥补这一漏洞 唐月盈只好再次派出 女儿出面搞定 由此看来 临时面门案 与唐月盈之间 似乎有着很大关联 唐真向唐月盈揭发了 母亲偷偷在温棚吸毒的事实 唐月盈一袭之下 将毒品全部打翻 并禁止唐宁 再次踏足温棚 事实上 这不过是唐真使用的小手段 其目的是为 藏身与死的暗恋者马克 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躲避环境 紧接着 唐真跟随外婆到医院 探望了林翩翩 此时的林翩翩 已经完全丧失了 语言和行动能力 几乎成为一个植物人 唐真轻轻拂在她耳边 告诉她 马克一切都好 镜头一转 唐真密码刚对 林翩翩所说的话 原目原样地告诉了马克 此时 唐宁似乎已经发现了 唐真死仓马克的事实 他故意来到温棚前 用家丁层挂在脖子上的子弹壳 在玻璃上 划出刺耳的声音 马克被这一幕吓得不轻 他的记忆 随即闪回了案发当晚 在鲜血淋漓的案发现场 临时一家 正是死于那种信号的子弹之下 似乎在说明 面漫案的凶手 正是唐家的家丁 转过天来 唐月颖带着县长夫人 采买新衣 曾经林夫人的吊坠 如今出现在 县长夫人的脖颈之上 县长夫人表示 那天贵妇聚会结束之后 林主席便托人 将林夫人的整套手势 都送给了她 现在临时一家惨遭灭门 她都不知道 这些手势该还给谁 唐月颖当然已小 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在她看来 一只中迎头小利的女人 正是最好对付的人 说话间 财风店的电视机里 播报了一则新闻 当初那个不知身前 扰乱一众大佬聚会的 营建署长 竟然离奇死亡 警方在调查之后 给出了自杀的结论 但署长妻子却一口咬定 自己的丈夫死于谋杀 因为在她的遗书上 竟然把老婆和孩子的名字 都写错了 不仅如此 她严重怀疑 是参议院的议长 派人谋杀了自己的丈夫 因为丈夫生前 就曾多次表示 自己遭到了议长的威胁恐吓 一时间 署长被杀的新闻 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尽管有警方出具的死亡证明书 但大家却更愿意相信 议长谋杀一说 四日中午 唐月盈陪同议长 帮林家挑选目的 署长夫人却趁机 扑到议长身前 喊圆角区 这一幕被周围 负责随访的媒体拍到 其中更有记者 向唐月盈安地言神 看来 这些记者 多半是被唐月盈 故意请来的 其目的 就是借助丑闻 让议长下台 不久后 弥陀计划 发生重大转折 大佬们的资金 被瞬间套牢 期间 署长曾经为了 两千万亲口保证 他会让弥陀计划 落地秀山 但前段时间 报纸上莫名其妙地出现 大量秀山区域的 负面新闻 上期因此 临时将弥陀计划 改到了沥水 署长地位清延 无法改变领导决议 于是来到唐府 恳求归还两千万 并放他一条生路 然而唐宁 却晒偶皆失地表示 一张有黑帮背景 一旦得知署长 没有把事情办好 一定会杀他泄愤 如此看来 署长之死 极有可能是 唐月盈的一尸二鸟之计 弥陀计划的参与者们 正在被他逐个踢出局外 一场大棋 已经露出了冰山一角 这天中午 唐月盈将女儿叫到身边 并亲手送上了 一件性感内衣 并表示 要和警局特派员多亲近 现在所有的布局 都正在按照 他设想的方向发展 唯一存在的变数 就是一直盯着 临时灭门案 不放的特派员 唐宁看到母亲手里的内衣 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想法 看来自己要被迫出卖色祥 去搞定特派员了 另外一边 唐真再次聊到医院 探望林翩翩 病榻之前 看着好闺蜜 留给自己的日记 唐真的记忆 开始闪灭门案发生之前 原来 林夫人早已发现了 女儿林翩翩 与自己家马夫马克 发生了恋情 于是便找了个借口 辞退了马克 带着些许的布干 马克准备乘火车 离开这座城市 拧走时 林翩翩让唐真帮自己 把他写给马克的情书 和日记交给对方 与此同时 里面还有马克的身份证 唐真故意留下了 对方的身份证 就是为了能与对方再见一面 对此毫不知情的马克 当晚返回林家 去拿身份证 这才无意中目睹了凶案 就在这时 唐真的思绪 被前来查案的特派员打断 在特派员的追问下 他开始逼重就轻地 复述案发当天的情况 并可以隐瞒了自己 故意留下身份证的事实 与此同时 他还为特派员提供了 一条新的线索 案发前 林主席一家 曾经来自己家吃饭 在场的还有很多大人 并且他们不知 什么原因吵了起来 正当特派员准备继续追问 吵架的人是谁 以及正常的内容的时候 唐宁及时出现 带走了女儿唐真 当天晚上 唐月映与唐宁合谋 在唐真和朵三安处的 马克面前眼力出双黄戏 两人嘀嘀咕咕地说了半天 大致意思是 马克最好不要被找到 否则警方迫于舆论压力 一定会杀梁冒功 将马克认定为凶手 话说到一半 唐宁母亲话风一转 询问外婆 是不是更希望 马克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 唐月映没有答话 只是露出一脸玩味的微笑 躲在一旁的唐真和马克 被吓得冷汗直冒 看来 他不能继续藏在唐府了 这样下去的话 迟早会有生命危险 事实上 这不过是唐月映母女二人 在得知唐真私藏马克后 为了赶走对方 而故意采用的打草惊蛇之际 由此可见 两个心机极重的女人 即使面对至亲之人 都能面不该色地 使出毒辣的计谋 而唐真和马克 在两个老江湖面前依然太嫩 根本没察觉出 对方是在演戏 第二天一早 负责查案的特派员接到报案 乘交一处荒地 发现一具男尸 死者手中 还紧紧握着一只手枪 我们发现 死者背后的纹身 与唐家家丁身上的图案 如出一辙 由此可见 唐月映正在暗中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灭口行动 而这场行动 已经将触手 伸到了家族内部 到底是怎样的秘密 需要进行这样的保密处理 弥陀计划的水 越来越深了 当天中午 特派员在调查完 唐家家丁的尸体后 又接到了新的调查任务 林会长死前 能用30多亿公款的事情 遭到曝光 目前 主要涉案人员 已经全部死无对证 而这笔巨额资金 也几经辗转不知去向 为了追悔赃款 所有与林主席密切接触的人 都被警方请去调查 唐月映自然也在起列 另外一边 唐宁按照我们亲的指示 开始与特派员接触 鉴于上次唐宁故意支走了唐真 几个疑问 一直埋在特派员心头 他很想知道 据唐真所说 林家面门案发当晚 临时夫妇 在唐家驻足的过程中 所谓的争吵 到底因何而起 特派员以为唐宁会有所隐瞒 但令他意外的是 对方竟然十分坦诚地 交代了当晚唐府发生的一切 据他所说 当天晚上 一群听说 秀山要被重点开发的大佬们 花大价钱疯狂买地 结果却因记者曝光 秀山环境污染 而让开发地改为了沥水 这样一种大佬损失惨重 不仅如此 一个记者还掌握了一份 向林主席农会贷款的人员清单 在场大佬均在起列 于是 众人便在唐家集会 共同声讨那个 被他们抓起来的无良记者 期间 一张讲话声音比较大 让唐真误以为是在吵架 就在事情即将失控之际 唐月盈出面 驱散了这场毫无意义的聚会 并保护了那名 勇于揭露黑幕的记者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唐宁的描述并没有停留家族 但他却隐瞒了最关键的信息 那名记者的一挤一动 完全在唐月盈的操控之下 当天晚上 中山昏迷的林家面脉 幸存者林翩翩 竟然奇迹般睁开眼睛 但却依然没有恢复意识 特派员并没有从林翩翩这里 获取任何和案件有关的信息 期间 一旁的唐真神经紧张 似乎他已经猜到了一些内幕 夜里 唐月盈在接触调查后 被释放回家 他叫来孙女 开始教她画画 线红的颜料被肆意泼洒 看起来像血一样 他口中念念有词地告诫唐真 直面恐惧 恐惧将被化解于无形 眼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画作 却充满了戾气和杀疑 唐真若有所思 在某一瞬间 他似乎已经领悟了外婆的心意 他并不是在教导自己绘画 而是受益他杀人 他的目标 正是刚刚有了苏醒迹象的林翩翩 次日中午 唐真心事重重地 将马克藏身的小屋锁上 之后便匆匆朝医院赶去 并踏前 唐真的回忆 再度闪回他和林翩翩相约 在马场玩耍那天 林翩翩在和马克细细玩脑之时 竟然将唐真偷看母亲和家庭 购合的事情当作笑话 讲给李旁的马克 不仅如此 他还用日语 如骂唐真 是个下流的女人 林翩翩得意地以为 唐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殊不知 一直在认真学习日语的唐真 一字不落地 将对方刺耳的话 全部铭记于心 于是 他借口追马 陶也似地离开了那个地方 这一幕 让他与林翩翩彻决裂 画面再度回鬼林翩翩的病榻前 此时 一个鲜红的苹果 滚落在唐真的脚下 唐真下意识地将它捡起 这里导演刻意掩盖了 唐真的作案过程 而是隐晦地用红苹果 这个象征着 罪恶起源的异象来表达 紧接着 林翩翩直挺挺地 死在了唐真面前 唐真一脸慌张地 过去叫医生 整个过程 都被躲在门后的唐月银 看在眼里 似乎 他是来监督唐真 有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在行事 这天下午 唐宁在母亲的受益下 开始找各种理由和特派员亲近 久而久之 两人成了私底下关系 比较要好的朋友 唐宁借着送咖啡豆的名义 再次来到警局办公室 却意外在墙上看到了 唐家家丁的死亡照片 一直以来 唐家幻眼着两个得力打手 分别是段忠段义两兄弟 唐宁与这两个人的关系极为暧昧 照片中死亡的人名叫段忠 看到这张照片后 唐宁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 内心却早已翻江倒海 他知道兄弟两人被母亲派去坐时 却数不知其中一个 已经殒命在荒郊野林 唐宁开始意识到 也许母亲正在下一盘天大的棋 而其中的一些细节 就连他这个亲生女儿都无权知晓 更令他感到心寒的是 在母亲眼里 任何人都可以是他的棋子 甚至连自己也不例外 段忠正是这盘棋中 最微不足道的棋子 而抛棋就意味着死亡 当天夜里 唐宁后的烂醉如泥 他借着酒就是情绪质问母亲 段忠段忆良兄弟去了哪里 为什么他会在特派院的办公室 发现段忠尸体的照片 唐宁闪烁其次不愿正面回答 并一脸嫌弃地将女儿推倒 唐宁被手中碎裂的酒瓶划伤 殷红的鲜血 沁尸的手掌 唐宁见此情形 似乎有些不忍 于是服下身 准备将女儿搀扶起来 不料 但血的手掌 裹在了母亲脸上 唐宁气不成声 控诉母亲对自己和女儿的暴行 但唐月盈却俯瞎身来 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我实在为你好 转过天来 唐宁穿过街巷 到那个被母亲买通的记者家 打探情况 经过一夜的思索 他终于意识到 自己不能一辈子 论为母亲的棋子 想要扭转局时 就必须要先弄清楚 对方的真正意图 于是 一场母女之间的博弈 就此展开 巧合的是 抱有同样想法的人 并不止唐宁一个 就在他找到记者之前 弥陀计划的参与者 那个只手遮天的驿长 早已派人盯上了记者一家 在驿长手下的威逼里偶下 记者母亲被迫屈服 将唐月盈 买通自己一家人的事情 说了出来 而这一幕 恰好被躲在窗外的唐宁看到 为了防止节外生枝 他打算先行离开 但唐宁没走多远 就发现自己遭到了陌生人的跟踪 情急之下 他紧急改变方向 朝小乡林一边跑去 由于他太过慌乱 竟然一头撞进了一个男人怀里 自己面前的人 竟然是那个 他朝思暮想的家庭段依 在对方的帮助下 唐宁这才得以脱险 不仅如此 他还从段依口中了解到 母亲唐月盈 准备拿他们所有人 做替罪羊 知道一些内情的人 都会变灭口 段中就是最好的例子 段依在万般侥幸之下 才得以逃脱 因此一直不敢返回唐家 不久后 记者来到唐府 并代表一掌一方 松上一栏鲜鱼 唐月盈先开红布 发现鱼嘴里 塞满了明晃晃的子弹 火药会这么重的礼物 百明是开战的架势 唐月盈来者不拒 转身便叫厨子把鱼盾了 还叫来唐宁和唐真 陪提一起享用美味 用餐期间 唐月盈表示 要带着唐真离开一段时间 这直接触动了唐宁敏感的神经 在他看来 母亲已经做好了 随时带着唐真跑路的准备 而将自己推向了 善与欲来的绝境 但尽管如此 他还是过着镇定的 拜吹夫无所谓的样子 到一个全新的环境 展开新的生活 但在此之前 他必须完成 对方布置下来的任务 以打消母亲的戒心 第二天一早 唐宁将依照照片藏在信封里 趁特派员熟睡之际 放在了他的办公室里 不久后 特派员被同事叫醒 并汇报了一个重大发现 据他们查证 林主席生前 有一笔将近三十亿的巨款 借由林夫人的账户 在日本兜兜转转洗了一圈 最终全部汇入了唐宁的户头 特派员如梦出行 似乎终于知道了 唐宁接近自己的原因 他打开不久前 唐宁留给他的信封 里面赫然是他和唐宁 在床上的亲密照 特派员陷入两难 如果他继续将案件追查下去 对方一定会将这些照片 公之于众 到时候 他必然遭受牵连 与此同时 唐宁驱车来到学校 准备见女儿唐真一起出讨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叫了段姨过来帮忙 然而唐宁却并不了解 女儿的心思 相较于自己的母亲 唐真其实更倾向于 外婆唐月盈 另外一边 唐月盈邀的KTV 与一掌助理进行谈判 助理本想借唐月盈 买通记者的把柄 威胁他吐出 私藏于唐宁户头上的 30亿脏款 不料 唐月盈反客为主 他与取上海滩唱吧 电视荧幕里突然出现了 一掌助理缩失手下 绑架营建署署长的 视频监控 极端视频衔接一致 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这场较量 一掌一方输得一败涂地 一场毫无悬念的对决 刚刚结束 唐宁和母亲的较量 这才刚刚开始 她的反抗方式 并不是奔倒对方 而是逃脱掌控 此时 段一负责开车 后座上的唐宁母女 都来溜满面 唐宁将自己了解到的 一切都告诉了女儿 外婆以弥陀计划 落户秀山为儿 引诱一众大牢入局 然后杀死临时一家 巴占其30亿资金 并用这笔钱 以她的名义 在沥水买地 随后 外婆通过记者 披露修山环境问题 让弥陀计划 落户沥水 这是一部黑吃黑的险棋 知道内情的关键人物 都遭到了灭口 但真正摆在明面上的 承担巨大风险的 则是自己 一旦事情白露 外婆可以置身事外 但她则必然晚节不复 听到此处 唐宁忍不住开始啜气 她知道 母亲唐宁这些年 过得并不如意 她也并不像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洒脱 但唐真心里 一直有道过不去的坎 那就是母亲的滥情 这一点让她始终无法接受 最终 唐真借口打电话 给老师请假 却悄悄打给了外婆 并隐晦地 将母亲准备出逃的讯息 传递出去 然而唐月盈 却似乎早已知道了 唐宁的计划 她让唐真 把电话交给唐宁 唐宁掀起电话 发现竟然是唐月盈的声音 她一脸难以置心地 看向女儿 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背叛自己 紧接着 电话那头传来了 唐月盈的力声呵斥 她不准唐宁带走唐真 并威胁她放弃行程 不久后 端一家车停靠在一边 唐宁和女儿坐在交室上 坐临行前的思想工作 寒风撂翘 天色阴云 唐宁身体颤抖 犯了毒瘾 但依然强忍痛苦 试图说服女儿跟自己离开 并表示我是为你好 看着母亲狼狈不堪的模样 唐真心底生起一丝厌恶 她将水喷在母亲脸上 并嘲讽道 你和外婆都是一个样 都口口声声说着 为了你好 却做着同样的事情 听到这句话 唐宁似乎在一瞬间 凡人醒悟 她急忙打开 靠住女儿的手铐 并声凭第一次说了句 作为母亲最该说的话 妈妈爱你 唐真被这句话 正在原地 久久不能平静 唐宁在在段宜的催促下 朝海川跑去 内里有她向往的生活 随后 母女儿人朝着相反的方向 背道而驰 他们注定 不是同一路人 与此同时 唐宁伟坐在佛堂 开始念诵观音心经 颂扬着菩萨普渡众生的大慈悲 但紧接着 心经被换成了往生轴 祝福死去的亡灵魂归极乐 画面一转 唐真被背后的轰鸣爆炸上吸引 猛然回头 却发现母亲所乘坐的那艘渔船 已经被大火吞没 由此可见 唐宁伟早已谋划好了一切 其心肠之毒辣 甚至连亲生女儿都不放过 唐真呆呆地望出远处的那一束火光 惊讶地无以复加 眼眶里的热泪被强行憋了回去 一颗仇恨的种子 在他的心底暗生萌芽 当天夜里 唐真回到外婆身边 两人都表现得若无其事 似乎唐宁的死 并未对他们造成任何影响 间接着 弥陀计划的受害者 王院长的妻子 到唐府登门拜访 并对唐月盈低头服软 4号梅罗当初嘲笑唐家 一家三口是盗漫 第二天 被唐真呈在花坊里的马克 被唐月盈放了出来 现在的他 已经对唐家构不成任何威胁 如今面门暗杀手段氏兄弟 全部殒命 已经死无对证 马克虽然翻不起任何风浪 却还剩下最后一点的利用价值 紧接着 在唐月盈的威逼利诱之下 马克被迫参加了一场诡异的冥婚 新娘正是死去的林翩翩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风光热闹 但却是一场荒诞绝论的作秀 曾经不可一世的高官复古们 在唐月盈的强压之下 在明昏现场哭天抹泪 出胎百出 唐月盈这一招 直接谋杀了反抗者们最后一点尊严 将他们彻底踩在脚下 当晚 一个神秘人物来到唐府 唐月盈亲自作配 这个人正是重要选举中 与王院长竞争的冯秘书长 而此时 王院长已经被弥陀计划牵连罗马 冯秘书长便毫无疑问地成功上位 原来 唐月盈的这盘大棋 不仅仅是为了炒地圈钱 更重要的是 扶植逢秘书长上位 他好接对方的手掌 控制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才是他所追求的终极目的 谈笑之间 逢秘书长的手握在了唐月盈的手上 但下一秒 就被对方不动声色地反手握住 可见 唐月盈绝不允许到手的权力 脱离自己的掌控 另外一边 马克坐上了返乡的列车 唐真前去相送 就在火车开动的一刹那 唐真忍不住冲上车 和对方吻在力气 马克先是一愣 紧接着被马唐真逼到墙角 开始抢吻 老板们都会教我怎么亲吻 林翩翩是这样 林夫人也是这样 由此可见 马克在林家 不仅是林翩翩的地下男友 也是林夫人 用于取乐的男宠 林翩翩曾经告诉马克 唐真是个喜欢偷看母亲 龌龊时的下贱女人 于是他本能地以为 唐真深爱男女之事 但此刻看来 对方却像个未成熟的青苹果 这不由得让他感到有些奇怪 马克的这番话 为唐真简简单单的纯爱 涂上了一层硬霾 他也终于意识到 面前的这个男人 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人 想到此处 唐真开始拼命反抗 但与火焚身的马克 却完全丧失了理智 强行和他发生了关系 事后 马克踢起裤子 离开了那间车厢 备受打击的唐真 打算跳车自尽 却在摔断一条腿后 活了下来 若干年后 唐真成为了圣唐集团的掌门人 接管了外婆手中的一切权利 此时 当年藏在心头的仇恨种子 遭一蒙发成参天大树 他亲手撕毁了 外婆想要安乐死的申请表 并要让对方 用收冰痛的折磨 并踏前 唐真亲口说出了那句 最为恶毒的祝福 你一定要长命百岁 富归万年 故事至此结束 电影《学观音》上月2017年 由杨雅哲指导 该片主要讲述了 唐氏家族的发迹史 以及背后肮脏不堪的 权钱交易 其中官场 商场 情场 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 都有涉及 在整个故事中 唐月颖一手掌控全局 他冷血 狡诈 醉心全书 将女儿和外孙女 视作玩弄权柄和金钱的棋子 为了达成目的 他不惜支持杀手 将试图逃脱掌控的女儿炸死 最终 他如愿以偿地权钱双收 却在步入老年后 被掌权的外孙女残忍虐待 闹得生不如死的下场 该片叙使完整立意巧妙 充斥着对权钱交易的辛辣讽刺 片名为血观音 观音本是佛教中 救苦救难的菩萨 是大慈悲 大仁爱的象征 然而一个血字 却让其成为暴力的化身 和官商勾结的缩影 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该片作为2017年 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 就其本身素质 与制作水平而言 可谓是实至名归 喜欢剧情片的朋友们 绝对不用错过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优积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